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K猫 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 普通韩国少女的成长之路 疯鸟 这部电影是 飞行的山竹 Calf Moto 等NAK线推荐的 么么哒 刚上初二的恩西 耳朵后面长了一个 若隐若现的流 她却在犹豫 要不要告诉家人 时至九十年代 经历了三十年 汉江奇迹市的经济发展 几代人毕露蓝绿 韩国国民生活水平 有了大幅提升 恩西的父母也一样 两人起早贪黑 把一家食品加工店 经营得有口皆碑 一家人由此 在汉城市中心安家 过上了小康生活 而恩西 便是这无数普通家庭中的 一个普通女孩 她的生活看似没什么可抱怨 实际上却相当压抑 父亲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在家说一不二 每次等他讲话结束 一家人才能开饭 其他背地里 还在和别的女人搞外遇 母亲因为少时加贫 少雪的机会被让给了哥哥 她聪明能干 对工作和家庭尽心尽力 很少违逆丈夫 她并非没有察觉丈夫出轨 大多数时候却没有声张 父母见了这些事 恩西全都明白 恩西还有两个 在上初三的哥哥姐姐 大勋和秀希 大勋成绩不错 被父母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他们总把考上收尔大学的目标 在她耳边反复唠叨 秀希不太会读书 总被父亲奚落得意无事处 她转向逃课 喝酒 男朋友来寻找慰藉 可一旦被父亲发现 又会被变本加厉地辱骂 恩西的成绩也不怎么样 她虽然不逃课 却没什么学习的动力 对于班主任 考上收尔大学的机械口号 她毫不感冒 人都知道要考个好大学 可考好大学又是为了什么 对恩西来说 上学最大的乐趣 是和男友志丸 你浓我浓 她未必有多喜欢志丸 却对恋爱的一切感到好奇 就像哥德所说 哪个男子不钟情 哪个少女不怀春 但这为数不多的乐趣 有时也会被粗暴打破 这天 哥哥看到恩西和男友 在楼下亲热 警告他收敛一点 免得给爸妈丢脸 恩西只是小声嘟囔了一句 神经病 就招来了一顿毒打 这对恩西是家常便饭了 哥哥只要一不如意 就会拿他和姐姐当少报出气 父母对此 却总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仅父母或细腻 连姐姐也投来责备的目光 仿佛怪他不该说出来 长此以往 恩西越来越抗拒和家人交流 有次恩西下楼买菜 回家时 叫了半天无人应门 她竟担心 是母亲生她的气 不要她了 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自己走错了楼层 在这个家 恩西就是这么缺乏安全感 这次她摸到自己长了客流 也是因为害怕父母 怪他添麻烦 而迟迟没说 但眼看留子越长越大 她还是告诉了母亲 母亲对她并非漠不关心 但因为要看店无法脱身 让恩西自己去熟人开的诊所看病 万幸这病似乎并不严重 恩西做了几次 简单检查 和一台小型切除手术 此后就没再把她当回事 该干嘛干嘛了 恩西唯一的朋友 是一起上汉文补习班的智熟 两人年龄相仿 家境相似 都有被哥哥霸凌的经历 幸亏有智熟陪她一起吐槽玩闹 恩西的生活才不至于一片灰暗 然而某个人的出现 这像清风般 吹进了恩西沉闷的世界 英智是补习班新来的汉文老师 就读于首尔大学 目前正在修学中 这个身形瘦靴 衣着简练的抽烟女人 第一眼就给恩西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她和之前照本宣课的老师不同 更想把恩西二人当成朋友 和非学生 她会询问两人的兴趣爱好 用偷俗易懂的语言解释 像是满天下 知心能挤人 这类汉语格言 虽然英智总带着一抹忧郁身材 但恩西很快就为她渊博的学识所折服 更重要的是 恩西觉得她身上有种坚定的温柔 一种独立自由的气息 然而紧接着 恩西的生活 交易了一连串的变故 舅舅突然去世了 不久前 她还来家里看望过母亲 舅舅一直为挤占了母亲的上学机会 却一事无成而愧疚 母亲虽对失学 始终一难平 却不因此怪责哥哥 仍然和她兄妹情深 舅舅去世后 恩西的父母爆发了一次激烈争吵 父亲因为二姐深夜不归 指责母亲管家无方 受到无理指责的母亲 终于忍无可忍 将父亲外遇一事 当着孩子的面 抖露了出来 谁知父亲恼羞成怒 对母亲拳脚相加 母亲处于自保 将台灯砸向了父亲 父亲被台灯碎片 花得鲜血滞流 两人却就此打住 没有让冲突进一步升级 恩西本以为父母 下一步就会分居离婚 没想到两人 床头吵架 床尾和 第二天又一起 乐呵呵地看起了电视 家里的事 真是既糟心又难懂 只有和智叔一起玩时 才是既单纯又快乐 这天上补习班前 智叔提议两人去偷东西玩 恩西立马同意了 他知道偷东西不对 也不差那几个钱 但是家庭关爱的缺失 让他迫切地 想要找点什么替代 哪怕是偷窃这种 非法的快感 结果手法拙劣的他们 被店主当场抓获 他想勒索两人的家长 威胁不赔偿就报警 在店主的恐吓下 智叔供出了恩西家 食品店的地址 恩西起得说不出话 也只能告知店里的电话 可父亲在获西事情缘为后 只留下一句 想报警就报吧 便挂断了电话 店主无可奈何 只能把两人放了 此时的恩西 既愤怒又绝望 明明是智叔提的搜主意 出了事 却卖有自保 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而父亲的冷漠 让他心如死灰 现在虽然脱身了 回家睡不知道要面临 何种人间地狱 在这绝望之际 是英智向他伸出援手 他只是泡了几杯乌龙茶 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却让恩西 雨过天晴 重新有了面对的勇气 恩西也对他叹气 他最怕的不是父亲 而是哥哥擅自带父亲 行使家长顺利 对他滥用私刑 出乎意料的是 恩西的惩罚 仅仅是晚餐前的一阵罚贵 母亲也没有对他多加责骂 只是让他以后别再偷窃 第二天 智叔也来上课了 英智见两人冷战不下 为了缓解气氛 唱起歌来 恩西不明白 老师为什么唱这样一首 讲述工人被机器压断手之后 回乡的悲伤歌曲 但他有制服 神奇地平静了下来 然而恩西 很快就遇到了新的麻烦 手术后的检查显示 恩西的流比预计的更为严重 诊所医生让他去大医院 都精密检查 恩西有些害怕 但听到父亲让他不要担心 明天会带他去挂号时 他瞬间觉得安心了许多 检查后的治疗方案 是要切开耳周 切除唾线上的肿瘤 虽然肿瘤本身是良性的 但手术不仅会流疤 还有一定几率造成面瘫 听到诊断结果 平日里一脸严肃的父亲 像个孩子般大哭了起来 但他很快又板起脸来 生生一生只是为烟耸听 一定不会有事 在得知他病情加重后 家人们的关心明显多了起来 让恩西感到一丝宽慰 这段时间里 恩西的感情也经历了许多波折 男友在他最需要慰藉时 倚情别恋 而他也和仰慕自己的学妹佑丽 约会过几次 然而是在舞厅跳舞时认识 恩西小好的面容 和故作老成的样子 让佑丽心动 恩西说不清对佑丽的感觉 但和佑丽在一起时 他能清楚感觉到被珍视和被在乎 可男友来找到复合时 恩西还是立刻答应了 他甚至为两人的120天纪念日 录制了歌曲 他本以为这次两人会长久 却在约会时 被男友的母亲撞见 男友的母亲瞧不起 他这个末房家的女儿 男友却没有为他说一句话 乖乖被母亲领回了家 寄与厚望的感情就此破灭 恩西的心情跌入谷底 难道自己真的很惹人讨厌吗 迷茫之际 恩西又想到了英智 很多事情恩西都不能理解 从家庭 感情 在他每天上学的路边 为什么会有一片孤零零的房子 上面挂满了坚坚不斑的横幅 他没想到 就对于首尔大师的英智 有时也会和他一样自我厌弃 会惊讶于自己脑海里出现的 不堪想法 但老师说 这很正常 喜欢上自己 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老师还告诉恩西 每当疲惫 迷茫时 不妨看着自己的双手 然后动一动自己的十根手指 你以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可你不是能控制自己的手指吗 恩西似懂非懂 将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在入院手术前 恩西从父亲的书柜里 拿出一本《红与黑》送给老师 但后者坚持看完就还 离开前 他紧紧拥抱了老师 老师才是他第一个真正喜欢的人 恩西的肿瘤被顺利摘除了 父母守着恩西苏醒过来 看他并无大碍 就赶快去看店了 约定过两天再来 住院期间 前男友没有来看过 但又立来了 他向恩西表白了心悸 这一次 恩西决定出院后 试着和他交往 虽然恩西高兴的 还是英智的到来 英智即使什么都不做 只是待在他身边 恩西都觉得非常开心 在英智眼里 恩西就像年少时的自己 他叮嘱恩西 以后别再逆来顺受 出院后 恩西又去补习班找英智 不料英智已经辞职 补习班负责人 告诉他周日两点过来 老师那时会来收拾东西 可当恩西周日两点过来时 又被同一个人告知 英智上午就已离开 联络用的手机号也注销 负责恩坚称 自己没说错时间 还是英智是个 不合群的怪人 让恩西别再纠缠 不忍气吞声的代价是 恩西被补习班开除了 家里一口咬定是恩西的错 母亲甚至说出 他就是因为性格太差 才会被哥哥打这种话 听到这里 恩西歇斯底里发作了 明明他才是受害者 为什么要被横下指责 妹的哥哥再不闭嘴 就揍你的威胁 恩西也没有妥协 恩西的耳朵被打出风鸣声 但他终修没有换手 回到学校 恩西找到佑丽 本想提出和他交往 没想到佑丽 已经有了新的对象 他是喜欢过恩西 可那已经是上学期的事了 恩西觉得又伤心又好笑 但他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样的生活就这么持续下去 直到1994年10月21日 云以为又是平平无期的一天 电视上传来 很快暗江的 盛水大桥坍塌的新闻 一段长达48米的桥板 从大桥中间落入江中 把辆汽车和巴士跌进旱乡 40多人重伤和死亡 听到这个新闻 恩西无法像前几天听到 朝鲜主席今日成去世那样 无动于衷 因为盛水大桥 正是姐姐每天上放学的必经事路 恩西的是 姐姐因为没赶上巴士而逃过一劫 但她的很多同学 却在那辆巴士上 就在一家人心有余悸时 哥哥突然大哭了起来 如果妹妹这回真的出了意外 还要为自己亡日的霸凌行为 包含终生 其实哥哥也有脆弱的一面 他看似得到了父母全部的关爱 但也被这爱上附加的期待 压得喘不过气 在这个家里 他既是加害者 也是受害者 第二天 恩西收到了英志 寄给他的包裹 英志知道他喜欢画漫画 给他送了一本素描本 此外 包裹里还装着那本 红与黑 和一封短信 恩西也很想英志 他拿上自家做的年糕 按照包裹上的寄件地址 来到了英志家门口 开门的是英志的母亲 可他却在得知恩西的来意后 痛哭了起来 原来英志在盛水大校事故中 遇难了 这个包裹是在他出事前寄出的 走在英志的房间 恩西无法相信死人已逝 就算母亲很难相信 舅舅已经不在了 就在他茫然无措时 他要想起了英志说过的话 于是他默默抬起手 注视着自己的十根手指 这天夜里 姐姐决定去大桥边 纪念死去的同学 她此前一直过得 混混饿饿 但那次事故 让她突然意识到 人是会死的 恩西也有想要纪念的人 一年之后 恩西考上了外地一所 不错的高中 一再而欢送 她前去上学 她似乎找到了 学习的动力 好 我是K猫 别走开 还有广告彩蛋 Live Long and Pros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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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K星人 请点击热顶评论链接 或前往K星人的店 我们下期再见 Live Long and Pros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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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